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10号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今天上午虽然互生两时是一个反弹走势 但是反弹的力度都不大 对于指数后面的发展 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把创业版指数作为风向标来进行参考 北向资金方面,今天北向资金上午是继续保持净流入 但是市场的情绪表现并不好 板块方面,虽然今天上午白昼板块再次活跃 但是我们反而建议你可以考虑在下午对于白昼板块做一个短线的获利了结 除了白酒,今天上午钢铁和半导铁表现也比较活跃 那么钢铁这边主要是受到了国际废钢价格上涨 以及中国国内铁矿石和螺纹钢价格上涨的带动 那么半导铁这边我们建议继续关注中芯国际的表现 中芯国际什么时候再次放量上工 突破目前的横盘整理区间的时候 或许就是下一波半导铁行情再次的时间 那么这是今天中午的节目 详细情况我们晚上再来聊一下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